你个臭八婆 瞅什么瞅 没叫男人啊 再头把眼督给扣下来 你给我老大点 别动歪心子啊 动歪心子晚上回去整死你 知道吗 知道 接着老板来 要买五 说谁要买五呢 老板 老板我还没买完呢 我还要九个棉裤 九个棉 五个裤衩子老板 你哪个话密呢 买这么老心 你回家吃吃你啊 九九五 不好 我赶紧报警 喂 10086吗 你能不能快点的 钱不过给你加 发露人家 听说呢 吃鸡的吧 等一下 这个订单有问题 不是不是 你回来 快点 能不能办点事了 能不能办点事了 那么叽叽一变了怎么 不是大哥 这是你女朋友吧 他挑那个保暖裤啊 错别好 是我们新的 刚刚的 这样快动的 我教他怎么穿 我怕他穿反了 不许穿 起开 别碰我啊 大哥那你来也行 别扒了我 大哥对女人温柔点嘛 是不是 别扫了扫了的啊 你看咱家这个是个品牌的 你看到吗 这不就保罗的吗 这个不贵 我才算你们五十多块钱 都在什么都在那上 哎 妈 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哎 谢谢 瑶瑶 妈想你们了 妈想过来看看你们 那妈 您怎么不上去啊 我就不上去了 哦 对了 我从老家带了点自己种的菜 你拿着 要是没什么事啊 我就先走了 哎 妈 您要真是来送菜的 那您拿行李干什么呀 就是啊 我 老家的房子总是漏雨 我本想着 跟你大哥他们那边就住 可是 他们不让我去 儿子 瑶瑶 婆婆 你怎么来了 老家的房子总是漏雨 不能住了 我想 给你们这儿住几天 啊 我们家房子那么小 哪有你住的地方啊 要不您去老二家看看吧 他们家的房子 可有一百六十多坪呢 就是 你看到你儿媳妇 现在正怀着孕吗 哪有精力照顾你啊 赶紧走吧 没事的 我在想别的办法吧 哎 妈 既然您都来了 还能没有您住的地方吗 走 咱们回家去 对 上楼梭 您先坐下歇会儿 您和欣欣也好久没见了 你们先聊会儿天 我去做饭 好 妈 这么冷的天 您在外面等了那么久 您先泡泡脚 暖和暖和 来 妈 来 二媳妇 妈 快来尝尝 我做了您最爱吃的红烧鱼 瑶瑶 欣欣 妈有件事 要跟你们说 什么事啊 妈 这卡里 有一百五十万 您拿着吧 妈 您哪来这么多钱啊 咱家的老房子 开家了 钱您收好 这事拆迁了 分了不少钱 您打算怎么用呀 我有两个儿子 都成家了 我打算 把他分成两份 都给他们 阿姨 您都那么大岁数了 这个全都是您的养老钱啊 您确定 不给自己留点 都给您儿子吗 您能保证 您的两个儿子 能孝顺您 给您养老送终吗 这 要不您再深重考虑一下 实在不行 您可以测试一下 这 怎么测试呀 您看一下 妈 这卡我们不能要 您拿回去 给您 就拿着 妈 我们不能要 您就拿着 妈 您拿着 妈 这钱您就拿着吧 这退来让去的 多不好看 是啊 妈 我知道您是从苦日子过来的 这手里没有钱 就没有安全感 更何况 您也到了该一样 天年的时候了 我们作为子女 按理说 应该给您尽孝 给您拿钱才对 怎么还好意思 拿您的钱呢 您呀 就把这钱 安心的放在手里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你也想念吗 你给我进来 进来 八哥 八哥 出来 哎 妈 小姑子 你们怎么来了 妈 你什么时候去小妹家的 我怎么不知道 是啊 妈 是不是 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啊 不是的 不是的 妈 知道你们两个 是孝顺的孩子 妈 照你这么说 是我不孝顺呗 你不是有儿子吗 还天天往我家跑 怎么 你想让我把工作职了 天天在家伺候你啊 我今天去你那里 就想着给你送点土鸡蛋 顺便跟你说点事 我也没想着跟你那住 谁稀罕你那里破鸡蛋的 我五块钱 在城里买一大箩筐 有什么事 快说 我实话给你们说吧 你爸临走的时候 给我留了点东西 让我给你们分一分 妈 你怎么不早说呀 走了一天 累了吧 我给你捏捏尖 捶捶腿 妈 舒服不 从小到大呀 你跟爸最疼我了 这东西啊 你可得给我多分点哦 妈 这些东西都是爸留给你的 你自己留着 好当个念想 是啊妈 哥 你不要的话 正好全部给我 还有嫂子 关你个外人什么事啊 妈 要是不放心的话 你到我那去住 我给你养老 盈盈 你刚才不是说没有时间吗 怎么现在又有时间 给妈养老了呢 我是我妈的女儿啊 我再忙也要给她养老 再说了 你一个外星人 你靠得住吗 妈 爸给我们留了什么好东西 你快说呀 你爸他留 借条 五十万 你爸走的时候呀 生了场大病 我瞒着你们 借了好多钱 到现在都没有还 俗话说 负债子还 妈 你递给我干嘛呀 都说了 负债子还 负债子还 你儿子在那里呢 你赶紧找大哥大嫂 我可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这个钱我一分不会掏的 盈盈 你 你什么你呀 我现在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 这个倩条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哎 你给我站住 盈盈 妈这么多年 一个人一把屎一把尿的 把你喂大 你结婚了 还给你办嫁妆 你生孩子了 还帮你带孩子 你能不能有点良心啊 你还是我的妹妹吗 啊 百善孝为先 咱妈就算养一条狗 还知道白尾巴呢 你这个白眼狼 哎 你们两个现在都敢骂我了 是吧 盈盈 你可不可以闭嘴 哎呦 妈 你别叫我妈 我不是你妈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盈盈 你要记住 妈是用来报恩的 不是用来索取的 自古天道有轮回 你也是有孩子的人 你就不怕 以后你的孩子也这么对你吗 咱爸已经走了 现在就剩下咱妈一个亲人 你不觉得这样做很过分吗 过什么份啊 反正要钱没有 你们爱咋咋地 够了 你马上就看这里 我不想见到你 走 走啊 走就走 妈 你别生气了 先坐 我怎么就生这么不孝顺的女儿啊 哎妈 你怎么把签条给撕了 儿子 儿媳妇 其实呢 这个签条是假的 你爸走的时候 也没给我留下债 他给我留下一张银行卡 这个卡里呢 有一千万 你爸说 你们两个谁孝顺我 就把这张卡呢 给谁 通过这件事呢 妈才知道 你们兄妹俩 谁才是真正孝顺我的 儿子 这个钱呢 你就拿着吧 妈 这个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我跟瑶瑶都有工作 我们能自己赚钱 再说了 你生我养我 我就应该孝顺你 给你养老的 是啊妈 你就自己留着吧 如果说孝顺和金钱绑在一起 那这孝顺不就变味了 哎 哎呦 哎呦 你都瞎了吧啊 你刚才两眼就出屁的啊 对不起对不起 还是找天灵家上了 对不起就完了 对不起 我要紧张干嘛啊 哎呀对不起 这么晦气 哈哈哈哈 夏哥哥小心一点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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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没看见 我真的没看见 看见就完了 啊 对不起 这些 赔钱 我换疼了 咋了 我拿个脏口疯 我 咋在意料卖了是不是 老板 我举报你啊 你看我上有老子有小 我老板拿钱别弄废话 在家里面 你家里面跟我有什么关系 干啥呢 我真的没有钱 老板 这啥 哈哈 这是我老头子的 救命 这给你买头呢 老板 老什么把他 你老板老鼓抱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став 跟我妈要钱钱 我们开个大房房吧 可以啊 那自动床感受一下 妈 别吃了 你起来 你烦死了 你竟给我丢人 过来 哎女儿 你过来 女儿你怎么来了 给我钱我没钱花了 嗯啊你要真真是我的是谁呀 这啊是我新谈的男朋友 哎真是 这你妈呀啊放开 站稀稀的 你这你妈真的是 你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说 你你妈是富豪吗 哎小小小小这干保洁了 小小小小小分手啊你啊哎你别走啊 我啊哎你看看你干嘛偷懒你 你本事没有 这都干保洁 行吧我不想跟你都说了 别碰我给我钱 没钱没钱 我这你杀狗了 谁啊 我是谁干什么事啊 这是我跟我妈的家事 干你事啊别管闲事 你去我公司员工你在我公司求员工就行不行 什么你是这的老板是吧 是老板是行 你是老板啊那正好 我妈今年六十岁 我让我妈在这干嘛八十岁 你把我妈后面那二十年的工资啊 给我玉子了 女儿你怎么这样说 你想要钱是吧 对 跟我去办公室来 我跟你去办公室来 我就隔着等你 三个多时间都送过来 快点 一个老东西 老板 快点 老板 你不要跟我女儿一样 我女儿就那样 其实她人挺好的 你女儿怎么这么大了 不是你工作还管你要钱呢 你是不知道 我俩和我老头子啊 这是老来生了这么一个丫头 你知道吗 我们拿着 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里 怕摔着 有什么好的都先顶着她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 你说你这 王姐你手怎么这么凉呀 我上个月开了一个员工大会的时候 给你们发了一个月寒福利 你怎么不穿呢 我哪会 要个钱 你搞半天啊 你来了 你搞什么嘛 这是你办公室 你说话是你少一点什么的行 就是老板 我管他怎么办 行 钱我可以给你 但今天你必须给你妈道歉 我凭什么给他道歉啊 凭什么 你妈生你养你不容易 关你什么事啊 他生我他不敢养我 不敢给我钱花吗 你说你都二三岁的人了 你不应该自己找份工作 你有手有脚的 你每天好事懒做 还还花着 爸妈的钱 我妈能干 我干什么 我干嘛 他干啥 你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呢 你这个人 赶紧赶紧赶钱啊 俗话说的好 你赶紧东西 你别哭了 俗话说的好 杨有贵乳之恩 杨有伐骨之义 百善孝为仙 你老不死 你哭什么哭 你干嘛 我管你不要打我女儿 你看看 你妈到现在还在为你求情呢 你看看你妈 平时在咱们工作的 你看看她 你于心何人呀 俗话说的好 杨有贵乳之恩 杨有伐骨之义 百善孝为仙 你妈一大把年纪的 这个年龄 本来是应该安享晚年的 可是她为了你 每天还 带病工作 你看她都咳嗽 一个月都没使得去医院 每天在公司 啃馒头 啃咸菜 就为了省钱给你花 你娘心到底去哪了 你说说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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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这么多苦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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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想告诉你的事 做人要懂得感恩 你妈把你生你养你养到不容易 知道吗 回去你好好笑顺你妈 来这个钱呢 就先贴你们了 这个钱我不能拿 真的不能要 以后我一定会 靠我自己的努力 靠我自己的双手 我好好的 给我妈养老 跟我妈安享晚年 姑娘 这个钱也不是白给你的 这个钱呢 你先拿回去 给你爸好好治病 你如果真的想 好好做人的话呢 咱们公司刚好有一个职位 我感觉特别适合你 要不你就过来 从底层做起 好吗 可以 谢谢你老板 谢谢你老板 谢谢 那这个钱就先拿回去吧 那这个钱就当是我来公司上班 你一直给我的 以后从我公司里面扣 好也行 嗯 那个保障户记得穿啊 好谢谢 现在已经是时间了 你们就先回家吧 那我们先回去吧 妈 那我们回家吧 走 好 我看你是反了天啊你 你给你儿子再找一个吧 这个家有你没我 怎么了小笑 你搬你妈去 你真是好笑 想嫁我儿子多的去了 哟 是吗 那我现在这个 给你儿子乘地方 哎 你走 走得越演越好 哼 妈你 小笑 小笑 我回我妈家 那怎么行啊 你正在气头上 爸妈看到了得多伤心啊 老婆 你别生气了 我妈就是个碎嘴子 其实她人心并不坏 她现在是你妈 不是我妈了 对对对 你这婆婆她真不行 哪像我老婆啊 温柔体贴实大体 关键还懂事 就这 她都不懂得珍惜 走 我帮你去教育她 哎 老公 其实咱妈 她也挺好的 但是她今天 真的太过分了 你以后跟她吵架 就错她的痛处 生孩子她也不来 坐月子也不照顾 等她老了 还得伺候她 你看她还有什么话说 啊 这样不太好吧 就得这么干 这次吵不赢 我们将去下次吵赢 你放心 有老公在你背后撑腰呢 走 我们回家 我帮你教育教育她 你先回房间休息一下 你这个老婆 越来越离谱了 现在敢给我讲嘴了 妈 我跟你一样 早就看她不是眼了 也不这样 我把她给修了 给你换一个 真的吗 好啊 不过妈 我就是有点心疼你 你心疼我干什么 你想啊 如果我跟她离婚了 这个房子得分她一半吧 那 那不咱就吃亏了吗 这还不算什么 我跟她离婚了 我就是个二婚的男人 孩子跟了我还好 如果跟了她 您的宝贝孙子 就得跟别人家姓了 不行 这亏咱就吃大了 这婚呢 咱不能离 天绝不能离 晚了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很多女孩子 趴在对下嫁给我 人家就心里去了 非要干我离婚 妈刚才说的都是气话 其实小秋 人挺好的 你看 就上班 又顾家 她挺辛苦的 妈 你才知道小秋好啊 其实小秋啊 一直把你当亲妈来看待 就比如这几天降温了 你晚上手脚冰凉 睡不着觉 她就给你买了这个足夷包 用了泡脚 足夷包 看着挺不错的 俗话说 寒穷脚企 这个足夷包 里面有爱草 老姜等多种草本植物 适合手脚冰凉 爱吃生冷 不爱运动的人 用法特别简单 它是免征煮的 直接开水泡一下 就可以用了 大冬天泡泡脚 非常的舒服 价格很划算 四大包 一共120小包 只要14块9 这么多 只要14块9 那还挺划算的 还有更划算的 还组合套装 还带一个折叠按摩足夷筒 它是加厚的材质 底部有按摩颗粒 泡脚的同时 可以做足底按摩 用完以后 折叠起来 方便收纳 不占空间 一个盘 加四大包 只要33块8 妈 其实小秋啊 挺心疼你的 她说了 等你用完了 再给你买 儿子 都是我这个婆婆不好 那 那我去给小秋道个歉 哎妈 儿媳妇啊 妈 小秋 这个呢 是妈的养老金 你都拿着 下午出去买两件衣服 记着 买好的买贵的 谢谢妈 祝你 踏过千重了 看 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